星巴克 星巴克他在燈光的用心上面 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星巴克使用的是點光 他每一個光的間距 其實都是有算過的 很舒服 但是這個光又不會直接打到你的臉上 讓你覺得很刺眼 HELLO 歡迎收看今天的豬手打到全紀錄 我是節目主持人CINDY 那今天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單元 跟大家聊聊分享一下比較有趣的故事 我們要用一個裝潢的角度來看一個品牌的成功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題材就是星巴克 我相信以上業空間來講 大家應該都認同說星巴克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世界各地的星巴克雖然保有自己的元素 可是每一個地區 每一間星巴克 都有不同的文化跟特色 這也是為什麼星巴克他不主打低價的咖啡商品 可是卻有這樣子的商業實力 到底其中有哪一些細節值都我們去做探討 我們今天就跳脫咖啡商品的本身 我們用這個裝潢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品牌的故事 好 那我們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星巴克的歷史 在1971年 星巴克是起源於美國華盛頓的西雅圖 主要是由三個人一開始先開了第一間的星巴克 第一個是英文老師Jerry Budwin 第二個是歷史老師Zeph Siegel 第三個是作家Gordon Broker 這三個人一開始先合作開了第一間的星巴克 那主要是在賣咖啡豆跟咖啡器材 後來啊 也就是現在的星巴克老闆 PowerShorts這個人 他籌資買下了星巴克 從此之後讓星巴克變成一個美國版的咖啡品牌 開始快速的在展店 後來在1996年的時候呢 星巴克就到日本的東京海外展店的第一間星巴克 那也就因為這樣子很優質的產品跟服務 所以星巴克就很迅速的變成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全球的品牌 好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其實很多星巴克都會找當地很有名的設計師 針對當地的特色去設計每一間星巴克的店面 所以我們用一些圖片來讓大家看一下 有幾間店就比較特別 像是法國巴黎哥劇院店啊 意大利郵局公店 或是日本福岡的表餐道店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星巴克的這個商標 第一版的商標就像畫面上看到的 是一個深棕色的商標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商標的時候 心裡就只有一個感想 我就覺得說哇 他身材也太好了吧 我真的是應該要去反省 怎麼這個美人魚會這麼漂亮啊 他其實這個由來是16世紀 斯堪蒂娜維亞半島的美人魚 一個雙尾美人魚的木雕圖案 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們用健康的角度來審慎他的身材好不好 我覺得很美的 後來不是一樣被Hawler買下了嗎 Hawler本身就有一個咖啡品牌 叫做美日咖啡 籌資買一下之後 就把兩個logo元素結合在一起 保留了後來你看到第二個 他一樣有美人魚的圖案 但是外面就是融合了綠色 跟這個Starbucks自還的元素 這就是新的logo誕生 1992年的時候 因為股票上市說又改了一個logo 但是從2011年開始 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星巴克外面的圖案 保留了中間原本是美人魚 可是已經沒有外面的自還 這就是現在的星巴克logo囉 好簡單介紹完星巴克的歷史 我們就來討論囉 到底為什麼星巴克會這麼受歡迎 為什麼可以吸這麼多份 其實我覺得星巴克他被定位的 不是一個很平價的品牌咖啡 但是啊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覺得啦星巴克他其實算是一種 白領階級的消費形態跟實力 那像我這種小資主 我就會覺得買一杯星巴克是一種小確信 我記得我以前很小時候年輕的時候 就會覺得買一杯星巴克是一種高級感 所以他可能賣的就不是一杯咖啡 而是一種品牌體驗 大家不是都有聽過說買方啊 可以跟著星巴克還有麥當勞的展店去挑選嗎 所以你可以發現 如果一個區域裡面啊 開了很多件的星巴克 就非常能凸顯說這個區域 其實是很有商業實力的 基本上呢我覺得他吸引人的原因 絕大多數就是在於整個空間的氣氛啊 包含傳遞出來的質感 以及各方面店員的服務商品 或是整個空間裝潢 其實都在水準之上 所以很多人其實跟我一樣吧 每次去星巴克就帶個一天半天的 反正Wi-Fi跟網路也用到飽 那冷氣也是吹到爽 加上星巴克其實有個大優點 就是它是非常的會選點 總是選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 所以像是車站附近啊 或是人來人往的街道轉角 都可以看到星巴克的聲音 創辦人Hower Short就曾經說過啊 Retail is detail 顧名思義就是說呢 要把每一個細節做好 才能營造更好的用戶體驗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 台灣有非常多平價品牌的咖啡崛起 像是卡瑪、路易莎 但是呢星巴克總是有它的鐵粉 其實我也算是鐵粉之一啦 不會容易的被打敗 就是這樣子的品牌經營的成功 那我覺得總歸一句來說 還是歸咎於剛剛說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這個空間 是可以讓人家久待待很久的 第二個就是整體的氣氛跟氛圍的營造 整個裝潢設計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舒服的 好所以最後你就會發現啊 其實到星巴克你好像買的不只是一杯咖啡 你很想買的是一個你在這個城市小角落的感覺 你想要換取一個空間休息很舒服的一個狀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常常會覺得說到星巴克不管是讀書也好 或者是聊天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跟大家談工作 我總是覺得自己跟別的客人中間有一道硬心的隔閡 可是我又不會覺得很孤單很寂寞 因為有音樂跟大家一起陪伴我 我想這就是一間成功的咖啡廳可以讓你感受到的氛圍 至於咖啡的品質就不在我們這集的討論範圍裡面啦 包含它的銷售的手法策略周邊的商品 那個太多了 像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去各地的星巴克收集那種城市杯 所以這個TOP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做討論 好所以我們就要講回來重點囉 剛剛就有說過星巴克他賣的如果不是一杯咖啡 而是一間咖啡店的體驗的話 他在不管是氣氛營造下做了很多功夫 還是在裝潢動線整體的設計上都下了很多巧思 我們特別上網看了那個Daily View的統計數據喔 統計了前三名 大家又愛又恨喜巴克 可是你又很愛去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可以久待 因為大家覺得這是一個聊天工作可以待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店內的氣氛非常舒適 我覺得他解釋滿有趣的 網友說這個文青潮度加999 好像坐在裡面就會感覺自己非常的文青 第三個就是咖啡豆的品質穩定 網友都覺得說其實在口感上面來說 星巴克的咖啡是很有保障的 好所以在概念上我們就做一個統整喔 星巴克他其實注重的比較是一個體驗 因此他的設計師都是需要到第一線的咖啡店去做服務 用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這一間星巴克他需要的空間服務 還有整個概念要怎麼樣去做設計 會比較貼近所謂的消費者 而且星巴克也會採納消費者的建議 會融合當年的設計趨勢 就把這樣子的裝飾跟裝潢 放到他們的設計元素裡面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他其實是很因地質疑的 保留原本的元素之外呢 他還是融合了一些本土的文化特色 把他們有點本土化打進這個消費者的心理這種感覺 我覺得在創意上面來講是一直不斷在創新的 沒有那種沒守成規的那種感覺 好所以我們最後就要用實際的五大面向 五個真的他們在實際裝潢跟設計上面 有哪一些面向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第一個是動線 第二個是座位 第三個是光線 第四個是色彩跟圖案 最後就是一些小地方 那我們就一一跟大家討論一下這些細節 在動線的部分啊 因為從大門口到點餐的櫃台 你可以發現他這個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所以星巴克也針對這樣子的方式呢 你有沒有發現你每次推開星巴克的門 就會看到旁邊有一些展示品 像是賣咖啡杯啊 或是保溫品啊 甚至有一些什麼蛋捲禮盒啊 甜點吃的 這就是方便客人在進去的時候 因為點餐需要時間嘛 你就可以先挑這些商品 這也算是一種某部分一種行銷手段 可以增加消費的金額 那你可以發現動線其實都是有設計過的 每次進去星巴克往這個點餐台延伸 他的動線就是會讓大家非常驚然有序的排隊 一直到點餐的地方 menu都是放在這個店員的後面 所以你在排隊的時候你就可以先想 到底你想要點哪一種瓶項 所以這是第一個 在整個空間動線設計的概念上 他們所做的巧思 第二個就是在座位的部分 我覺得星巴克蠻聰明的 他是用不同的桌椅座位的種類來分區 不同的區域劃分 然後給需要不同 使用這個空間的人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他在座位的設計上面 不會讓你覺得說太擁擠啊 或是覺得太空曠 因為太擁擠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很有壓迫感 但很空曠的時候 又少了一種那種 咖啡店很溫馨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仔細觀察星巴克的桌椅 你可以發現有幾種形態 像是那種沙發椅 就中間是小小的椅子 不是以前都會講葛優潭嗎 就是CINDY躺 就是這樣躺著 你就會感到在沙發上很chill很休閒 另外像是這種比較真的是 提高桌面的角度 去用電腦啊 或是寫功課啊 比較適合你書寫的這種使用者也有 好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霸台的 霸台它就是位置高度比較高嘛 所以它比較適合就是 你可能就只是想來一杯咖啡的時間 你很快就要走了 你也沒有要久坐 畢竟那個位置也不太好坐 或者是你是自己一個人來 你需要一個獨自的空間 你就可以選這種霸台的座位 好第三是燈光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燈光對於一個咖啡店的經營 算是蠻重要的 因為它燈光的強弱暗度 會讓你感受到整個咖啡廳不同的氛圍 好我自己覺得 星巴克它在燈光的用心上面 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星巴克使用的是點光 它總是在亮跟暗之間取得平衡 讓你覺得要很優雅 可是又不會太煩悶 它每一個光的間距 其實都是有算過的 很舒服 但是這個光又不會直接打到你的臉上 讓你覺得很刺眼 當然啦 不同地方的星巴克 也會針對不同的需求 燈光上面會做調整 例如說風景區 可能我們就需要那種 整個很大面的落地窗 是很需要採光的 那它可能就不需要 太多的光線處理 但如果是台北裡面比較飛雄 我們比較注重設計感的 這一些光線 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哇那我覺得它帶一點黃色調 可是燈光又不能太昏暗 但如果是商業地區呢 如果這個咖啡廳是 開在比較辦公大樓附近 想必來的人都是一些商業人士 我們要討論的時候 不會在太昏暗的地方討論嘛 光線部分就要稍微有點明亮 所以針對不同的需求 也是剛剛講的有點地緣性 或者是一些硬地質疑的概念 好最後講的是顏色 不知道大家如果講到星巴克 你會第一個想到什麼顏色 我其實自己想到是兩個顏色 第一個是綠色 第二個就是深棕色 好像整體啊 不管是從什麼商品設計 都會從這個角度去做出發 所以你可以發現色彩是會讓人家 很有印象記得的鮮明的記憶點 所以有一句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星巴克的創意總結 Ben Nelson他就有說 從星巴克經典的美人魚Logo 還有到店員的微裙 你就可以發現 他們都是打造星巴克的綠色世界 也就是一種顏色叫做Starbucks Green 這個顏色呢 他們針對每一季的商品推出來的東西 都會從這個顏色去做延伸 以綠色作為主色調 讓整個品牌的形象會更鮮明 留在消費者的心目中 也會更加深刻 好 最後在聽覺方面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管去哪間星巴克 其實他音樂的部分還蠻統一的 因為星巴克有開發自己的 跟咖啡相關的樂曲 他會避免那種比較搖滾的重金屬 就那種很侵略性的音樂 反倒都是用一些藍帶 藍帶豬排 我餓了嘛 藍調啊 或是一些比較抒情的老歌啊 爵士啊 這種比較舒服的鄉村音樂 讓你覺得說 星巴克裡面的音樂的調性 跟整個氣氛是非常的融合的 好 最後呢 我們就要總結一下 我覺得星巴克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他說 We want our stores to be the third place 就是希望呢 星巴克可以成為一個第三場所 就是讓消費者覺得很溫馨 又很歡迎的一個空間 才能凝聚客人之間的關係 那我覺得第三場所的這個概念蠻好的 就是說跳脫你本身只有工作 跟家裡之外的一個地方 它不是一個正式聚集的場所 可是你每一次啊 想到一個地方 就會想到它 它是一個 凝聚大家在一起的一個空間的概念 好 詳細的分析完了 所有整個星巴克在裝潢啊 動線啊 甚至是色彩光線的強調上面 來看整個品牌的成功 最後我們跟大家分享 其實台灣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星巴克 我們一一來看一下 第一個看到的是草山門市 草山門市保留美軍眷設的樣貌 白色木構造建築 彷彿向美國南方成交的民宅 第二家是台北時代預所的門市 是目前唯一入住飯店的星巴克 用挑高的空間還有現代感 襯奪出國際的格局還有藝術的氛圍 第三間是天域門市 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天幕 天域門市就像一棟私人的別墅 又像一座城市公園 再來是保安門市 前身是大稻城富商的古宅 保留原始巴洛克建築的樣貌 展現異國復古的風情 嘉義民雄的門市 它是三角形木屋的外觀 交錯長方形附體的結構 黑色色調融合深棕色木建材 看起來非常的特別 再來是號稱星巴克業績最好的地方 花蓮回藍門市 是亞洲首間的貨櫃屋門市 天窗跟玻璃窗交錯堆疊 部分牆面裝飾木皮板融合阿美族 原住民的圖騰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淡水雲門門市 呼應雲門劇場的人文氣息 與大自然結合 能眺望觀音山與淡水河的出海口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星巴克分享 那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你喜歡星巴克嗎? 喜歡跟不喜歡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每次去星巴克的時候 你都有怎麼樣子的感覺 或是空間體驗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跟我分享喔 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之後我會開自己的頻道 記得大家9月份的時候要來找我玩喔 那我的IG熱騰騰的在下面歡迎大家做追蹤 也別忘了三五線要賞物的IG也可以去做加入 那如果想要有更多的討論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討論區 或者是支持我們拍更多影片 趕快訂閱我們的會員頻道 或是購買我們的LINE貼圖囉 希望今天的題材大家會喜歡 如果想看更多的頻道分享 歡迎告訴我 那下次見啦 掰掰